随着仙到底有多稀才 自己的第一次线圣影唱会 把最宝贵的黄金时间给了旗下一人 还变着花样的给大家介绍 他叫郭冠婷 演唱会上连唱几首歌本该休息了他 却因怕雪原第一次上直播太紧张 而默默地在台下帮他唱和声 当两人影子合在同一个画面的时候 眼睛真的忍不住尿尿了 其实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么卖力的为郭冠婷争前途了 他发微博很少 却每每都会给郭冠婷新歌打高 跨年晚会邀请雪智千 他会让郭冠婷也站在他身边 脑袭对郭冠婷的帮助 就像当年力宝毛不易一样 毛先生 我一次来帮你回血了 你依然是我狭窄眼光里 所有看到现在年轻辈里面的写词 最有灵气的人 我是一个专门研究词 我研究了12年词 你写到我想给你贵 你在现在比完了 你可能可以直接变成二线或者三线的歌手 没问题 你现在就是一颗流星 但是我对你有心情 你坚持下去 你就是决心 那一年 薛志倩为了毛不易赌上名誉 不惜得罪资本 也是那一年才华战胜了资本 不好意思啊 节目下停一下 您应该是个多出事故 对不起 我有话要讲 对于上一轮 非常抱歉各位 我得到主办方的指示 他们告诉我 不要让赫兹输得太难看 所以要我投赫兹一票 现在反而让赫兹晋级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 毛不易不是流星而成了巨星 这可能就是毛不易出道后 英雄会称薛志倩为老师的原因 其实薛志倩这次演唱会真的好评 在线上演唱会的前一天 他还在音乐看嗓子 第二天为了完成粉丝们 一直引来想听花木草的心愿 就唱了那首很非嗓子的歌 直播间有三千多万人 将近四千万人 但从始至终 直播打赏都未打开过 正常演唱会全靠金主爸爸的资助 所以下了台 老师还一直心心念念着 给金主爸爸尽讨 这波金主爸爸真的隐瞒了 大家都知道老师的演唱会 总是指不定的出什么幺蛾子 这次他和乐队老师整完活 又把张亮影也拉进口 今天直播你还这么搞我 前奏有必要这么长吗 有的 为什么 我想涨工资 前奏不用那么长 演唱会玩惯了是不是啊 唱完最后一首歌 老薛走向他的乐队 感谢每个成员 并把一直待在幕后的他们 一个个的介绍给观众 让他坚持继续看演唱会的原因 不仅仅是签好的合同 还有他对音乐的那份执着 和不想让粉丝们失望的心 他笨拙地在做好每一件事情 永远会被薛之间的真诚打动 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等老薛的演唱会巡演了 观看的朋友们 希望你们好好生活 下回见啦